欢迎收看哈新闻 我是花花 最近呢 在南韩的联谊圈 流传着恐怖的十一月诅咒 意思就是说呢 每到了十一月 在南韩就有一人发生悲剧 或者是惹祸上身 非常的不平静 哎 盛美姐 首先就是最真实了 对不对 因为她的经纪人呢 也在十一月 步上她的后尘 选择亲身 是啊 因为我最近看到这一则新闻呢 我心里就开始毛毛的 对 我也觉得 因为我想哈新闻的观众朋友 你对崔真实 你绝对是有感觉的 因为我们谈过好多次她的故事 还有有关于崔真实效应 你知道这样讲起来都毛骨悚然 好可怕 为什么呢 崔真实我们知道是国明天后 玫瑰人生到现在 大家在看还是觉得很同情她 会跟着她一起哭 那崔真实在2008年的时候 已经自杀往生 到今年2013五年了 五年 所以当这则新闻曝光之后 大家又觉得 怎么又跟她有关系 又跟崔真实有关 那我稍稍讲一下 普盛号这个人是因为 崔真实2008年离开之后 2009到2012 我们这位经纪人呢 他就改当JYJ的浦友天的经纪人 所以你看照理说 因为浦友天这几年 王世纸的冲 对啊 我打当了王世纸 陈军官废文 好为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这么红 他长年以来都吃忧郁症的药 而且越来越严重 非常的严重 所以他在2012年 他就没有办法再担任经纪人 他跟浦友天辞职 所以他现在也不是浦友天的经纪人 当然在普尚号这件悲剧发生之后 第一时间去看望遗体 然后去灵堂致意的是浦友天 所以大家会觉得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刚提到崔真实效应 我要倒回去讲 你看2008年 崔真实当时呢 受不了大家这样流言攻击 好说他呢 害死了他的好朋友叫安在焕 所以崔真实留下了人言可畏 这样的一段很遗憾的话 他上吊自杀了 39岁 记不记得 两年之后 2008之后的2010 崔真实的弟弟 叫崔真勇 用一样的方式 结束自己的生命 真的毛骨悚然 这几天我们讲保罗沃克的时候 有提到每一个巨星 每一个公众人物 他突然陨落的时候 他都有一个死亡密码 Michael Jackson是7 徐伟伦是128 每一个人都有 真的 保罗沃克是11 动机会的死亡密码是11 那这一次你看崔真实这个崔真实效应 崔真实往生的时候39 崔真勇他的弟弟是39 一样哦 也是 39 怎么会这么巧啊 对 然后今年的1月 崔真实的前夫 一样赵成敏 一样 他也是39岁 也是39 对 然后用同样的方式 结束自己的生命 天哪 我不知道这个崔真实效应 会不会就停留在39 但是因为最近韩国一直吹起11月魔咒 对 又跟保罗沃克的11有关 死亡密码 对 所以 很可怕 你知道很多事情就是 就是绕来绕去 前后推算 你都会跟某一组数字是一模一样的 真的 怎么会这么巧 对 顺利姐 你看崔真实多次跟死亡擦身而过 你就觉得他本身就是个悲剧型的女人 对 怎么会这样呢 我记得我们之前介绍了崔真实这个人 他的名字取得非常好 因为他的爸爸是在52岁 妈妈43岁 等于说年纪也颇大的时候 才生下了崔真实 是他们家的第一个娃娃 他们住在乡下 很乡下 很穷苦的农村 好 那爸爸妈妈呢 就是妈妈在怀他的时候 因为在韩国 我们常常看韩剧都知道 妈妈都会 他们流行会有胎梦 就是我怀孕当中呢 我会做一个梦 那我会就把我的梦 告诉我的婆婆 或者我的妈妈 家里的长辈 那家里长辈就会解释这个梦 然后根据这个梦的意义 甚至来推测 肚子里的胎儿是男的或女的 真的哦 韩国有这样的一个习俗 所以这个崔真实的妈妈 在怀他的时候 一天晚上 他就梦见了呢 整个那个树上都是结石累累的果实 因为毕竟他们是农夫嘛 但这样子很好吃的很棒的梦 他很高兴 他就拿了一个菜篮 就把那些果实都摘下来 摘了满满一篮耶 丰收啊 对啊 好开心哦 第二天 他就把他的这个梦 告诉了他的老公 所以12月24号 崔真实生下来 所以崔真实生在平安夜 哇 你有没有觉得 你看 1968年的12月24号 崔真实生下来了 他的爸爸就觉得 这个孩子 哇 在平安夜诞生 然后妈妈又梦见这么多的果实 是 所以他一定是一个真实的天使 是 而且感觉像是 一辈子都会很幸运的那种 对 平安夜生的小宝宝 不是真实是什么呢 好爸爸就把他取名叫崔真实 接下来当然过了几年 他的弟弟 那个崔真永就生了 他们家是两个小孩 可是家里非常穷苦 包括爸爸后来到国外去工作 回到家 然后事业又不得志 总之崔真实 从小的生活 就过得非常非常辛苦 在学校里面 他甚至 他的妈妈没有钱让他带便当 他是同学的妈妈可怜他 多帮他准备了一个便当 这样子一直到长大 那他的故事 我们在节目里面分享过嘛 包括他是因为广告 然后进入演艺圈 好 他的人生当中 一直都不平安 你不觉得很奇怪 对 他进入了演艺圈 那个时候 他有一个经纪人 叫裴炳珠 这个经纪人 就他这个艺人 所以他们两个人 在事业上 是一起携手打拼的 那这个经纪人 也蛮厉害的 就把崔真实 一下子就推上了 广告女王这样的一个地位 很好 很好对不对 但裴炳珠很快的有一次 突然就被他的自己雇佣的司机杀了 而且杀死了 好可怕 怎么搞的 你知道裴炳珠对崔真实来说 就是等于我的家人 对 因为在事业上我靠的是你 可是突然一下 你却横遭杀害 怎么会是这样的状况 我没办法接受 自己最好的朋友 又是自己的经纪人 裴炳珠往生之后 也有人就把这个 裴炳珠往生这件事情 甚至推到崔真实身上说 该不会你跟你的经纪人交恶了 你锁使别人去杀了他吧 后来证明没有这件事 不是崔真实做的 可是这件事对崔真实来说 真真实实的 就像从鬼门关躲过去一样 这么亲近的人 好 之后崔真实去拍电影 有一次要工作回家 我记得这个例子 我们在节目上也讲过 就是他在 要进他家门的那个电梯 有没有 楼梯口 被歹徒 你知道吗 拿凶器就把他挟持 还打了他一顿 很恐怖 吓死了 虽然后来幸好 这个事情解决了 可是你知道那种 你知道突然被歹徒挟持 然后你不知道接下来 你是生或死 等于也是从鬼门关 再走了一趟 是啊 而且全身伤痕累累 他是一个天后级人物 被歹徒挟持 这是多大的事啊 很恐怖 很恐怖对不对 真的很恐怖 命运多揣 已经很难形容 说我们这个果明天后 是怎么去经历这些事情的 好 包括后来 他好不容易 他遇到了他生命中 最重要的这个男人 我们也讲过赵承敏 我们也讲过赵承敏嘛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是一个棒球选手 是一个球星 很不错啊 长得又体面 终于对不对 遇到了一个 对 然后两个人结了婚 好 对于崔真实来说 能够结婚生小孩 当妈妈 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其实赵承敏在结婚之后 就小三不断 这男人真的很糟糕 还为了外面的外遇 就try那个崔真实 把他从楼上踢到楼下 踢下去 各位七个月是多大的肚子 从那个楼梯上翻翻翻翻 翻下来 很恐怖 被比保住了 妈妈活下来了 是 你有没有觉得又第三次 从鬼门关口走了一圈 对 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女生的命运 他当时从楼梯上 被踹下来的时候 他都不敢讲 但之后 baby生了之后 他其实为赵承敏 生了两个孩子 后来赵承敏跟这个 他的跟崔真实之间 就要离婚了 为了离婚的事情就开始 我们就要谈判 我要跟你离婚 那要离婚的时候 他才发现 崔真实才发现 赵承敏跟崔真实家人 借了一大笔钱 那这个钱呢 赵承敏说 要跟我离婚是不是 好 你就把这些钱都还了 一大笔钱 我就跟你离 要不要赔这些钱 还有要给他的这个老公多少钱 再加上崔真实坚持孩子的这个 等于是 抚养局是退级的 为了这事情就跟他老公吵架 你知不知道 他老公把他拖到房间里面锁起来 痛打了五六个小时 天啊 各位记不记得那张照片 是因为那张被打成像猪头的照片 大家才知道崔真实差点死掉 第四次 从鬼门关又走了一圈 怎么会啊 而且他老公是球星耶 你知道那个力气有多大吗 而且你是往死里打 又揣又踢 然后朝脸打 你知道吗 整个眼睛全部都肿 都是瘀青 都面目全非了 那时候打到只剩最后一口气 才送到医院 而崔真实施到了医院 才被拍了那张照片 这件事情才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 我的天啊 你当时结婚的时候 不是王子跟公主吗 原来你是过这样的生活啊 你被你老公打得半死了 怎么会这样 好 四次从鬼门关走过来 他活下来了 我觉得他真的好坚强 他为了孩子 他愿意忍 所以三十万韩元 我付了 该给你多少钱 我付了 好 我终于可以切割了 对不对 赵成敏就跟那个小三住在一起 最后来赵成敏往生的时候 其实是跟小三住在一块 而且他们其实有结婚 好 那这一边 崔真实 你想想看 我的人生是不是从此 照理说轻松多了 对啊 因为我已经跟这个 赵成敏切割了嘛 对啊 我在讲一个 第五次跟鬼门关 擦身过的事情 是因为呢 崔真实有一段时间 因为家庭暴力 然后这些很多的一些状况 让他其实身心灵 受到很大的折磨 他后来要付出的时候 我们就来讲玫瑰人神 大家不知道 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曲折 因为台湾观众对崔真实呢 你最有印象还是玫瑰人神 他说当时 他是从MBC 要跳去KBS 那他就拿到这个脚本 他觉得非常好 而且这个脚本 各位你们一定看过玫瑰人神 这里面的女主角 就跟崔真实是一模一样 生了两个女儿 她的老公在外面搞外遇 就回来又踹又打 又踢又骂 对不对 然后抓了他头发说 离不离婚 离不离婚 我就是要离婚 然后他婆婆也说 拜托 赶快走啦 你还不滚啊 对不对 去死一死好了啦 因为我的儿子 现在这个新女朋友 又体面又漂亮啦 赶快滚啦 这故事就是这样 非常悲剧 他打死不离 这个戏里面的剧本是这样 最后他为什么同意离 是因为他已经检查出来 得了胃癌 所以他就觉得 他放手吧 他只希望他的老公 跟新妈妈 能够好好对待他的女儿 可是那个剧情 急转直下 是他老公 后来发现 老婆得了胃癌 然后他的新欢小三 根本就骗了他 他就跑了 可是最后很悲剧的是 这个女主角 还是往生了 你想想看 他看了那个剧本 他一直哭 一直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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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一定要演 他正要演 而且他答应了 他KBS也发布说 崔真石要演 《玫瑰人生》的时候 MBC给了他一个纯正信函 一眼试试看 你欠我44集 因为我有签那个集数 比如说我100集 多少多少 这样子累积 他说你跟MBC 还有44集的戏剧约 你如果敢演《玫瑰人生》 你就赔钱 你看他的人生到这种地步 演个《玫瑰人生》 都要赔钱 对 崔真石说 他又第二次再看那个剧本 他又哭了 他说我赔钱我都要演 所以他先把 跟MBC的这个官司解决 然后他再演了《玫瑰人生》 《玫瑰人生》里面 他又死了一次 这个图 我觉得真的是 很沉重 如果五次 都跟鬼门关插身而过 到2008年 你怎么会 为了一个留言 这个留言